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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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複習一下 上次幾個重要的方程式把它寫出來 讓大家再回顧一下 OK 如果A 產生出B的話 我們寫它的rate load 不是unique rate load 只是簡單的 通常是寫成像這樣子 A如果是消耗一定是底A對底T OK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先複習0次一次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要倒2次 2次完了以後再把rate load跟rate constant 就是equilibrium constant 平衡常數和反應速率常數之間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簡單介紹完以後 我們進入到反應機構 OK 好 那這個如果是0次4 我們上次說過 那基本上它就變成是負的 它等於k 所以如果直接積分的話 這是微分式子 那積分式子把它積出來 因為0次了 那就像一個簡單的積分式子 它等於kt加上c 那因為時間等於0的時候 A的濃度等於A0濃度 所以你把這個條件帶到這邊來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重要的式子 就是A等於kt加上ka的0次 所以這個叫做起始條件 那當你是一次式的時候 那負的底A對底T 它就變成是k乘以a次方 所以這個都是簡 就是傳統的rate low 那並不是用unique rate low 那這時候我們直接積分 上次告訴大家 它會得到一個longA 等於kt加上c ok 那這kt加上c 同樣的 用同樣的條件 其實條件都是這個條件 就會把這個式子 進入到longA等於kt t代0的時候 這個A應該是等於A0 所以它會應該變成是 加上longA0 c就等於longA0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樣的條件 那得到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 一次式的積分式子 它可以衍生出下面幾個重要式子 從對數形式 它可以變成是指數的形式 A等於是1的-kt 再乘以A0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上次也告訴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把它 算出來它的半生期是多少 如果你把這個式子 那當A呢 用2分之1 A0帶進去 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半生期 跟反應速率常數的關係 這只發生在一次次 二次次就不一樣 所以半生期 T2分之1 T2分之1就是發生在A等於2分之1A0 所以你帶進去 我們就會得到半生期 2分之1 2分之1 乘以K等於2 OK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只要是一次反應 你知道它的反應速率常數 你就可以知道化學反應的它的半生期 或者是說你 如果你測出來說它的半生期的時間是多少 你就可以反推出它的反應速率常數是多少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做這個練習 那如果有一個反應是N2O5 那如果它直接反應 它事實上是一個分解反應 它的分解反應是上次也提過 我們把它寫出來簡單的形式 它就等於是 我看一下 兩倍的N2O5 它Gas phase 它會分解成為NO2 這邊有四個 然後再加上一個O2 OK 好 所以這是一個分解反應 那這分解反應它只有一次 看起來很複雜 事實上它只有一次是 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等於是 負的 底 那這通常是用壓力 OK 那這個題目呢 它事實上不管是用什麼形形都可以 N2O5 比T 就等於是壓力 N2O5 乘以反應速率常數K OK 好 那用濃度也可以 因為用氣體它也可以用它的末數 除以它的體積 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說它一半的時候 OK one half 它的時間 就是它的需要的時間是多少 也就是它半升級是多少 如果你已經知道它的反應速率常數K的話 K題目給你了 它是3.7乘以10的 它等於3.7乘以10的負四方 OK 好 那這是每秒分之1 那如果是用濃度的話 那就是把這個壓力也改成是濃度 OK 那無論怎麼樣 我們只要知道它的反應速率常數 因為剛好一次試呢 它反應速率常數 你判斷不出來它是濃度還是壓力 那這一張大部分都是用濃度 那有特殊情形才會用壓力 那3.7乘以10的負五次方每秒分之1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它半升級是多少 所以它是1除以second 好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半升級的定律 我們來算一下 好 第一個 你已經知道K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半升級T2分之1 就等於是long2 除以反應速率常數 那long2基本上是0.693 然後除以3.7 所以基本上是0.693 除以3.7 乘以10的負五次方 所以得到的秒數是18. 不是18729.73seconds 好 所以如果原來的N2O5只剩下一半的時候 它所需要的時間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已經算出來是大概18729秒 就18730秒左右 然後如果只剩下15%還剩多少 所以如果我們接下來要算出 如果T只剩下0.15的時候 它等於是多少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公式 這個剛剛已經解出來就是 A的是多少 等於是1的負KT乘以A0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說 我們要求的是 它的濃度是0.15 乘以A0 這我們想要知道它的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A值 A的濃度 OK 就帶到這邊來 那它必須要等於1的負KT K是3.7 3.7乘以10的負五次方 乘以時間 再乘以A0 所以我們是利用這樣子 一開始只把這個A換成是0.15A0 好 把它帶進去 我們去解它的時間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基本上 從這邊可以看到 負的3.7乘以10的負五 那因為這個A0 A0兩個消掉 所以兩邊都取lone 所以它這邊就變成是負的3.5乘以T 就等於是lone的0.15 那這時候就可以直接把計算機算一下 然後這時候時間就可以得到 這個時間基本上 這時間應該是517 T就等於是5 1273.51秒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用 同樣的用一次的積分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把它反推出來 如果是0.15的 只剩下0.15的時候 它時間是多少 那最後它只剩下9分之1的時候 那請問它需要多少時間 所以第三個 一樣的情形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 說T等於只剩下9分之1的時候 它等於多少 所以就變成是9分之1 乘以A0 那就等於是A0 等於1的負3.5 3.7 乘以10的負5次方 同樣方式去解它時間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得到的結果 大概是等於5 9 384.45 second OK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幾個 當然你可以知道說 時間 隨著溫度不一樣 反應數據常數當然也會增加 OK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 通常增加10度 它就是反應數據變成兩倍 OK 那所以同樣的情形 如果變成100 100度可以 那它的數據就增加很多倍了 OK 所以這Oder就是從 本來是10的負7次方 變10的負4次方 到10的負2次方 這只簡單的這個反應數據常數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得到幾個 就是溫度跟不同的數據常數 是多少的關係 然後你就可以反推出來 那如果是一次次的話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方程式 去推出來它的半生期是多少 如果是二次次的話 我們待會就回到 開始繼續推導 二次次的基本公式 OK 好 那這個我們也提到了 就是當你變成是半生期的時候 就通常指的是 在這個1分之1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多少 所以這是To1分之1 那再多一個To1分之1 就變成1分之1 再來是1分之1 所以這個應該你們在以前就學過 這個地方是一個簡單證明說 原來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K非常小的時候 當反應數據常數非常小的時候 即使是一次次 它也會接近快到直線的形式 那如果很大的話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告訴你說 當T等於1分之1的時候 是多少 那這個地方1分之1的濃度 原來是A0的濃度 這邊是1分之1A0的濃度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發現 當你畫過去的時候 這橘色線或是比較中色的線 它的T1分之1很小 所以代表這K值非常的大 那這邊過去的話 它T的1分之1就從這邊畫下去 到這一點 所以這時候它的時間非常大 代表它的K值非常小 這兩個之間的時間比 基本上就等於是 就是跟它的反應數據常數 剛好乘反比 所以兩個相乘是一個定值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之間 剛好是反比關係 所以T越大的話 K就越小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如果來 這是課後的一個14.39 如果我們原來是寫A變成是B 那所以我們直接就寫出來 它的red load就等於是 只有乘以KA而已 那如果今天它上面前面 有一個計量係數是A 那我們把用unicred load 來表示的話 請問最後它的反應數據方程式 積分出來的結果是不是一樣 然後它的時間半升級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把這題目把它寫一下 跟原來的比較 所以這個是一個簡單的導式而已 如果當你的red load 不是在用簡單的形式 而是把激樣係數當分母相除 變成unicred load 那到底它變成 它的最後導式有沒有很多 所以原來是A反應成B 那現在A前面成一個係數 傳統的話就是簡單的 如果沒有特殊講法的話 A的濃度對T的微分 我們通常就寫Ka 這一次式 但是如果是用unicred load 這邊有一個A 所以這時候你的負號 這個地方再加上一個A分之負1 好 那請你導出它的最後的時間 跟濃度之間的關係 就是它的積分式是怎麼樣 其實這也不會太難 我們就把第一個 它的積分式 好 那一樣 我們因為這邊A 它是時間的方程式 所以我們把A 把變數集中在 A的變數 集中在左邊 等號的左邊 那剩下的常數 就放到時間內端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是 負A乘以底T 所以這個不會太難 那只是把它移過去 原來只有底T 還有一個K 對不起 好 兩邊積分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邊變成是 Long的絕對值A 另外一邊是 負的A K T 加上C OK 好 那絕對值可以拿掉 因為在整個 化學反應裡面 A不可能有負數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簡單的式子 Long A 等於負 A K T 加上C 然後代入起始條件 起始條件 是 T等於0的時候 A 等於A0 所以這時候會使得這個方式 C的部分便是Long A0 OK 所以我們把 應該把這個A寫出來 這個A應該寫成是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寫成是A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Long A 等於-2KT 加上Long A0 所以如果是用指數的函數來看的話 這個方式就可以改寫成為是A 等於A0 乘以1的-A KT OK 好 那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變半生期 它半生期就是 就是當它用A 用2分之A0帶進去的時候 我們去解它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邊除過來變2分之1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得到的是這樣子 Long的1分之1 等於負的A KT 所以最後得到的半生期跟原來的方式不一樣的是 如果我們把這邊整理一下 它就變成是 最後得到的是Long 2 等於- 等於AKT 多一個A 乘以K乘以T 那這邊是指的1分之1 當你用1分之1帶進去的時候 所以跟原來的差一點點 就是把它的常數 原來的數率常數K 改成 事實上就等於是說 原來的數率常數是寫成是D 如果我們把原來的數率常數寫成是D T 然後負的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K'A的話 那這兩個之間的差別 K'跟K之間的差別 事實上就等於是K' 我把它寫在這裡 K'就等於是A乘以K 這個式子 所以同樣的所有的方式 就是在之前所得到的K 那你把它換成AK 把它帶進去 就得到所有的結果 結果是一樣的 這是更簡單的方式推導 就是你把這兩個之間類比 然後這個是傳統式的K' 那事實上它跟這之間 AK之間的關係把它導出來 它導出來的關係就是像這樣 那傳統裡面的K 就是上堂課所推出來的K 全部用成AK帶進去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結果 OK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二次式 好 二次式其實一開始 大家還是用一次式的去做推導 然後去解它的 做實驗的時候就開始解 然後基本上你就發現一個現象 如果你用Long去推導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奇怪 照理說Long應該是一個直線 如果照我們剛才所得到的方式 應該類似這樣子 因為它事實上看起來也是一個 Decay的情形 因為圖形也是像這樣 那當你把它帶對數的時候 它就發現它不是一個直線的方式 這時候實驗家就開始推算說 它可能不是只有一次式 不是一級反應 它可能是二級反應或三級反應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推導 如果是二級反應的話 它應該是怎麼樣的情形 OK 那你就發現說 反而我們就把二級反應和時間關係把它推出來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推導二級反應 這邊可以插了嗎 我們還是用這個方式來寫好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用unic rate row 我們就用簡單的 二級反應就等於是負的 我們用A的消耗速率 等於是K的A平方 OK 從這邊開始推導 那它的積分式子 那一樣的情形 A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數 我們叫做分離變數 把A放在等號的左邊 那時間放在右邊 所以我們就整理一下 簡單的A的乘式在這個地方 下面是A的平方 那時間和其他常數項都放在另外一邊 變成負的Kt 所以這個積分比剛才更簡單 因為它是二次式 所以一積以後 就兩邊把它積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 負二次式 積分就變成負一次次 所以它變成是A的負一 OK 好 然後這邊另外一邊 就等於是 因為是不定積分 所以我們的負Kt加上C OK 所以得到這樣的情形 那當我們把時間帶進去起始條件 所以起始條件就是T等於0的時候 因為T等於0的時候 我們知道A的濃度 等於A0濃度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帶進去 得到是A0分之負1 等於是Kt T等於0時間 加上C C就等於A0分之負1 所以整個式子寫出來 根據它的起始條件 就變成是A分之1 等於負Kt 加上A0 OK 所以這是G分式子 就變成是 在一次式是用Rone 它會得到直線方式 但是在二次式 你必須要用導數的形式 導數的形式就代表說 當你的實驗做圖的時候 這邊是時間 Y軸必須要用濃度的分之1 OK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對不起 因為這邊是負號 OK 負負 所以這個得到的地方 我們一開始 這個地方會得到的是負1 然後這邊有負號 這邊還有負1 OK 所以注意看的話 這邊得到的是 C等於A分之負1 10 那原來這邊有負Kt 一開始這個地方有一個負1 所以呢 這樣全部都負號以後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全部正號 正號 正號 所以跟一次式呢 我如果用Rone去代的話 它基本上斜率是負的 但是呢 二次式得到的結果 斜率是正的 就像這個圖形一樣 所以二次式呢 時間對於溶度的導數 做圖的話 它剛好是斜率是正的 那斜率呢是K slope等於K 好 這個都不會太難 接下來我們來推導 二次式的半生期 OK 那半生期代表是說 A的溶度等於2分之1A0 那我們現在看看它半生期 所以這是基本的模式 那我們把它半生期推導出來 所以半生期 A1 1 2分之1 代表是 A等於是2分之1A0 OK 好 我們把這2分之1A0 代表是A等於是2分之1A0 代表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所以這時候呢 它變成是A0分之2 OK 因為它變成導數了 A0分之1A0 等於KT 等於KT 加上A0 等於KT 等於KT 所以當你把這次 翻過來的時候呢 它這邊呢 把這個長數項 節點的數值 帶到這 就是放到左邊來 所以這邊是 就變成是A0分之1 等於KT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时间带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不是一个 如果是在一次试的话 它是ron2等于k乘以t的2分之1 但是一次试的话 k乘以t的2分之1呢 事实上跟起始浓度有关系 起始浓度越大的话 这两个相乘就越小 所以这两个再也不是一个常数了 对于244来讲的话 反应数一常数乘以半生起 事实上不是一个常数 它是跟起始浓度有关系 所以最后就得到这个式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所以这图形就变成像这样子 如果是244 那基本上就是时间跟浓度导数是一个直线关系 然后它会通过圆点 这个地方是最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就是a的浓度分之1等于kt加上a0起始点分之1 如果你把它放到这边来 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把它通分也会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都是这两个式子 最后这两个式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结果 好 比较重要还是这个式子 大家要记得还是这个式子 那我们一样 同样的题目 如果当你的 我们把这个式子用unic rate load去导的话 它结果是怎么样的情形 OK 那一样这是14.40 一个是14.39 它是用一次式 那我们简单再推导一次给大家看 如果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形的话 这边我可以插了吗 好 这等于再复习一次刚才的推导 不过不会太难 我们推快一点 所以当我们把以前a大a产生出b的时候 它的rate load负底a的浓度 对时间为分 等于k乘a的平方 这是我们刚才所导的 但是 对不起 它等于a分之负1的时候 那我们推导的方式一样 积分的式子 那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变数摆到等号的一边 另外一边就变成是负的ak的t 所以两边积分起来 你就会得到的是a的a分之1 负1等于负的akt加上c 那同样的情形 你把起始的浓度带进去 你就会得到 当时间带0的时候 你会得到a的浓度 所以你会得到a负1等于负的akt减掉a0分之1 因为我们带的条件是 当t等于0的时候 那a的浓度 必须要等于a0浓度 所以我们要带这个条件 就会得到这上面式子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事子就像这样子 a的浓度 akt加上a0的浓度 那半生期是怎么样 那我们接下来算它的半生期 它的半生期就当时间 t等于1分之1的时候 代表是a的浓度 等于是a0分之2分之a0 所以我们把它带到这边来 我们就会得到的事子是这样子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会得到的是 a的0分之2 这个等于是akt加上a0 所以移过来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 a0的1分之1 等于akt 所以这个基本上 对不起这边都大2分之1 所以有unique ray load值前面再乘一个a而已 这样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太快 应该还好 这只是复习一下微积分而已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二极反应 OK 那我们上次说过 零极反应 基本上它的原因是产生于 触媒反应 或者是酵素反应 一极反应通常是自我碰撞 然后当你的能量高于活化能的时候 它就开始反应 所以一极反应是自己的浓度 跟自己的浓度成正比 然后自己的浓度碰撞升高 OK 那二极反应在分子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当这两个相撞的时候 两个相撞的时候会产生出产物 所以基本上我就跟两个浓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逐渐开始 当你要讲一极反应或二极反应 从分子的观点 从围观来看的话 其实都有它的物理意义存在 那我们就开始想要说 接下来在下一节 就是14-2 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从分子的观点去解释Red Road 那是不是说 原来的化学平衡方程式里面 有哪些地方是我们看不到 因为化学平衡方程式 事实上是从烧杯里面 也就是聚观里面看到的 最后得到结果 但是在围观上面到底差别在哪里 一定是有差 要不然它的Red Road 跟它的计量系数完全没有关系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课本上面一个议题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做过 就一极反应大概是像这样子 它在K很小的时候 是像这个条件 它几乎变直线 那一极反应的 当K值很大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一个曲线 那就有点像自然指数这样decay下来 二极反应其实图形也类似 所以你可以发现当这两条线的一极反应和二极反应 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类似的 好 现在问题就出在哪里 想要问你说 其实选择题有一个题目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极反应图形 那放在二极反应 到底一极反应和二极反应 请问这个彩色线是一极反应呢 还是灰色线是一极反应 也就是说二极反应也有K很小的时候 然后它也有K很大的时候 K很小的时候它也是直线 那二极反应的K很大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曲线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一开始起始浓度一样 那K值一样 我们如果玩一个游戏 就是说我们写化学反应方式 如果只是玩数学游戏的话 如果A对时间的微分 等于是KA 然后再来是底A对底T 它是K的A平方 如果K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就会得到这两个 不管一次或二次 它几乎接近直线 但是一次次和二次次会有差别 那到底是 如果是像这样子 这条线呢 绿色这条线 代表说K呢 等到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呢 它的消耗数率就越来越慢 那下面这个消耗数率快一点 所以它降得比较快 那当K比较大的时候呢 也是会有两条线 因为是一次次 一个是二次次 好 那所以当K比较大的时候呢 有咖啡色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比较暗红色 橘色这条线呢 它消耗数率比较慢 那灰色线呢 K比较大 它消耗数率比较快 请问哪一条线是一级 哪一条线是二级 好 我们先讲K比较小的时候 K比较小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是一级的 绿色线是一级的请举手 一条 那绿色线是二级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去 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一级 看起来是跟这个很像 好 那你说为什么 灰色线是二级 灰色线为什么是一级 因为对到过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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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跟这个一样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方向是 如果随着这时间过去的话 我们现在就玩这个A是起始浓度一样 因为你看这个图形 一开始A是起始浓度一样 K值又一样 OK 所以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消耗数据可能类似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条线是叠在一起的 但随时间变长的时候呢 假设它变成是原来从1降到0.1 这边是1降到0.1 它反应数据变化多少 如果这边是K乘以1 原来的消耗数据是K乘以1 那当它时间过一阵子的时候呢 它变成是K乘以0.1 那这边起始的数据是这样子 下面起始数据也是K乘以1的平方 所以一开始消耗数据是一样 OK 这两个是消耗数据一样 但是经过时间呢 它变成0.1的时候呢 它的消耗数据变成是K乘以0.1的平方 所以二次是消耗数据就变慢了 因为随着时间变 一直消耗掉一直消耗掉 浓度越来越少 然后你就又加上它的平方 所以它消耗数据就变慢了 消耗数据变慢 同样的基本上它就会产生 结果呢就会参与的更多 那灰色的线呢 它消耗率比较快 所以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上面这条线是二次是 下面这条线呢是一次是 这样清楚吗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 一开始如果都是一样的话 那你随着时间呢 它从1变到0.1的时候呢 这边是K乘以0.1 这边是K乘以0.1的平方 那同样的图形 当你K变更大的时候呢 它的比例就变更严重了 所以这边呢 上面灰色线是一次是 那 对不起 灰色线是二次是 因为它消耗的比较慢 消耗的比较快 对 它消耗数据就变慢了 OK 因为它是变 本来是同样的值 这边消耗数率呢 变慢 变慢 材料量就变多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这条上面的K 中色线就变成是二次是 那下面的灰色线它会 消耗的比较快 因为它是K乘以0.1 所以呢 这个灰色线 这两条灰色线都代表是一次是 那这边有颜色的代表是二次是 所以这两个图形是这样的比较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线呢 是对照这个灰色的线 那这边呢 咖啡色的线是变成是 对照这边灰色的线 这两个图形是这样解释的 随着时间变化呢 二次是消耗数据就越来越慢 因为它基本上是变平方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样清楚了吗 好 那一样的几个化学反应特征 第一个就是 就是在正值回顾一样 随着时间 基本上你要对弄做图 那这弄做图呢 得到是直线的话 就是一次是 那它斜率是负值 那如果二次次的话 随时间做图的话 它是浓度的导数 那这时候得到的斜率是正值 ok 所以这两个之间不要弄错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方式 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半生期 基本上它是T等于是 它跟时间两个相乘 事实上是跟浓度 起始浓度有关系 起始浓度越少的话 它们两个相乘就越大 那起始浓度越大的话 它们两个相乘值就越小 ok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跟浓度有关系 那这是一个很早期的考题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one step reaction from reactant 从产物开始P 要产生出product Q ok 还是half life 10分钟 一开始它的半生期是10 10分钟 10 minute when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P is 1m 如果一开始起始的浓度是1m的话 它的半生期是10分钟 但是如果起始浓度变成是2m的时候 它的半生期变成5分钟 那请问它是1级反应还是2级反应 所以从这个我们刚才推导出来的就是 如果K是固定值的话 那它的半生期跟它起始浓度 刚好是成反比 ok 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个事实 如果K是一样的话 这K值是固定值 所以T1分之1跟起始浓度 两个相乘是一个反比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一开始起始浓度是1m的话 它是10分钟 2m的话它是5分钟 所以这是一个二级反应 ok 我们这样简单介绍 有没有问题 那十字 十字之二呢 基本上呢 一开始我们是先推导出来是 反应速率常数跟平衡常数之间的关系 那这不会太难 我们只是把这个推导完了 我们就可以下课 这个在高中你们应该有学过 有没有学过 反应速率常数跟平衡常数的关系 然后我们简单推导 这个地方写比较复杂 我们就把它写更简单的形式 好 我们把这个推导就可以下课了 如果A变成B 两个之间平衡了 ok 那前进的反应速率常数 是为K ok 这叫forward reaction 那逆反应叫K' ok ok 好 所以呢 forward reaction rate 就forward反应速率 就变成是K 假设它是K乘A 一起反应好了 这样比较容易 ok ok 那逆反应的话叫backward reaction 那逆反应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称为是K' A B跟B浓度 都是一级反应 ok 好 所以呢 一个是顺向反应 一个是逆向反应 当它平衡的时候 这两个是一样 所以at equilibrium 当它平衡的时候 那forward 会等于backward ok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写下来的话 它就变成是K A 会等于是K' B ok 好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推 这两个 这个式子再重新整理一下 会得到是B 除以A B除以A 基本上就把A除过去 然后K'除过来 所以变成是K 除以K' A' 那这个化学方程是它的平衡长数是多少 我们知道 这在上次我们在讲chemical equilibrium平衡长数的时候 K 就等于 或者是KC 就等于是B的浓度 除以A的浓度 ok 那如果这是容易 你就不用再写KC了 就直接写K就好了 好 所以这代表说 B除以A就代表是平衡长数 所以平衡长数 就等于是Forward reaction rate 除以Backward reaction rate 所以基本方程式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KC等于K除以K' 就等于是它的之间的 好吧 我们就把它写成KC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好快 这样很快嘛 好 那下面KC如果远大于1的时候 代表前K的就是Forward reaction rate constant 远大于K' 就是Backward reaction rate constant ok 那反之 当KC远小于1的时候呢 那这代表说 逆向反应的速率远大于正向反应的速率 好 今天 好 我们可以把这边是推倒完 然后就把这部分丢掉 下堂课就开始讲反应速率机构 好 我们赶快把这部讲完 Consider that reaction A 变成B which is the first order in which each direction with a rate constant K and K' initially A等于A0 B等于0 right equilibrium concentration A and in terms of A0 and K and K' ok 所以呢基本上是说 请你当它平衡的时候呢 K和K0之间 还有K和K'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一开始是A0 然后呢中了 起始浓度的时候 两个是A0和B是0 请问在平衡的时候 A的浓度 请你用K 就是顺向的 顺向的反应速率常数 和逆向反应速率常数 然后还有起始浓度 来做比较 来表示出来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 写一下 所以呢我们这边已经推导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已经知道KC等于B A ok 好 那我们知道它是 它一开始是一级反应 所以呢我们假设说 一开始我们把 所以这个已经知道了 ok 好 好 好